我和妹妹来到现代收集物资 这里竟然有人吃虫子 哥 他们为啥这么想不开 柚子和虎妮来到女人街 咱该往哪逛 柚子头疼地看着虎妮 这还是去人比较少的地方吧 兄妹俩站在一家叫晶晶批发店门口 坐在里面的那个姐姐 一头五颜六色的发家 吸引了两人的目光 姐姐你这头可真好看 五彩斑斓的 看着真叫人喜欢 柚子听到虎妮夸张的说话声 嘴角抽了抽 胡晶晶高高绑着马尾 头上用五颜六色的大小发家 一圈围着一圈 这打扮多数人都说她是非主流 可她自己就是喜欢 好看吧 这都是前几年卖不出去的货 厂里不给换 现在又没人喜欢 还不如自己带呢 哪有卖 哥哥我要买 这夹子是塑料的 我们那边供销售有卖 就是颜色没有那么多 好啊 可以买 这发卡款是几年前的 不比现在的网红爆款 基本都是拿到偏远地方去摆地摊 那就这些自己挑吧 上面都有标价钱的 批发零售一样价的 胡晶晶说完就回柜台了 哇塞 好多呀 这牌才一块钱 有七八个呢 虎妮一眼就看中 那牌马卡龙色的发卡 那你多挑几个回家带嘛 这个红绸布的也很好看 这个带闪亮亮的也好看 哇 连珍珠都有的卖 柚子一边挑一边惊呼 珍珠它是知道的 还挺贵的 这红绸布上面坠着一颗珍珠 看起来就好贵气 真的耶 哇 好漂亮 这个得大姐姐才能带吧 嗯 两块五 这个拿回去肯定好卖 多买几个 俺去卖只轻去 多拿点暗色适合婶子的 妹 亮闪闪 咱先不拿呀 咱哪没见别人卖 柚子把虎妮挑的彩色玻璃头 是放了回去 村里人带饰品的很少 就算有也不可能 带色彩这么丰富的 等下被说 资本主义做派就不好了 兄妹俩终于 把东西放在柜台算账 你这稀疏的头发 能加那么多夹子 架不住家里姐姐妹妹多 这也行 三十二块 收你们三十 谢谢姐姐 兄妹俩漫无目的地走在路上 哥 俺口渴 虎妮一路上 总是看见人手 捧着一杯东西 插着根管子一路吸 虎妮才想起 他们自己一下午没喝水了 顿时口渴难卖 俺看见那家出来的 都拿着喝的东西 看看去 兄妹俩来到一家饮品店 当他俩看见外面价德的时候 立马转了个弯就走了 妹妹 你看到没有 十八块钱一杯 都可以吃顿饭了 是啊 是啊 你没看俺转弯多利索 真吓人 兄妹俩正在吐槽着 突然看到 前面有个人 拿着绿色的瓶子一拧 里面冒出来小泡泡 嗯 这不是汽水吗 柚子跑上去 礼貌地问人家 哪里买的 青年抑制他们身后小卖铺 老板 两瓶汽水 白的黑的还是成的 嗯 老板 他们有啥区别 都是汽水 要说区别就是 这俩有颜色的气多一点甜一点吧 那就两个有颜色的 一样的价钱要买就买甜的 兄妹俩一边走在路上 一边喝着汽水 好神奇啊 肚子竟然会饱 把这外面的纸丝了 这半瓶带回家去 兄妹俩这次过来主要任务是 第二拨带十瓶酱油跟香料 还有卤肉包 说是要拿去卤猪头 老板生意好啊 小靓仔 这十来天没见 你怎么又黑又瘦的 老板 我呢 虎妮也想当靓仔 你也一样黑 老板 你这卤料包买多能便宜不 柚子拿着那包 十二块钱五小包的 放在桌上 要多的散买会好点 料比较香 而且便宜点 那就买散的 要能卤十个猪头的量 分十份 再拿十瓶六块五的酱油 来五包最便宜的喜盐 他二伯的原话是 到时候猫东 上你这儿卤十个猪头 上镇上卖去 嗯 要做席啊 卤那么多猪头肉 柚子笑笑不说话 你家一个麻袋多少钱 我家麻袋不要钱 都是送货搭的 你买了东西就送你两三个 十个八个就不能 兄妹两付了钱 像上次一样办理了寄存 最后虎妮 结果送的两麻袋走了 走过夜市街的时候 虎妮看见一个摊子里 在炸一种 看着很熟悉的东西 两人走到旁边仔细一看 褐色的圆乎乎的捡泳子 这里竟然有人吃虫子 这炸起来的味道 香得肚子咕咕叫 但是要叫他们吃 可是不敢 特别是看见人家来买 已经四十五的时候 更是后退一步 哥 这后世的人可真奇怪 上次是那个臭得不行的东西 这次鹅子也吃 他们还有什么东西不敢吃的 他们为啥这么想不开要吃虫子 急吃永子的时候 俺看到里面就是白色粘液 大概用油炸起来好吃吧 俺看他还下调料呢 咱山上检咏应该结了吧 要不俺们后天下午也拿来卖 咱应该摘不了多少涌吧 到时候外面那层捡丝咋整 我怕那玩意活得没人要 咱留着外面那层捡呢 到时候卖便宜点 这样又是活的 还能放几天呢 最近村里的人都闲下来了 给点东西换还怕没有人摘吗 也对啊 还有五天才开学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 都可以去摘啊 兄妹俩一边商量着可知新的方案 一边往前走 男类大甩卖 法兰容被套18块钱 狄伦被套12块钱 最后两天绝对走 不走老板就是狗 靠 根本大爷强犯完 此时 柚子和虎妮站在上次卖被套的店门口 店面上挂着甩卖的横幅 这老板好鸡贼 上次赚了俺们这么多钱 哼 虎妮越想越气 气愤地走到老板面前 哼 老板 你不厚道啊 这咋的不厚道了 上次我们买了25块 这次一来 你下子就降到18块钱 虽然便宜是好事 可是这样一来 我们就觉得你这价钱肯定水得很 哼 虎妮孩子气的样子 让老板看得直发笑 哎呦 你没看着我 血含着泪大甩卖了 那我只能贴点钱 卖出去啊 没钱赚的 老板你看 你都大甩卖了 我们知道的多 你就当国力多销嘛 都没有力了 还怎么多销嘛 最低价了 你小孩子家家的 能做啥主吗 哪里不能做主吗 家里培养我们独立自主做事 所以 买时间起财 这个价格啊 没有的话 按我的价格啊 怕了你们 去挑吧 柚子他们奖下的价格 是容得15块钱 的确量10块钱 实践起慢 哇塞 哥 这老板这次进的颜色咋都那么好看 兄妹俩这次挑选的 都是比较鲜艳的颜色 到时候过年也可以穿 挑好了之后 装了整整满满当当的两麻袋 又是选择了寄存 兄妹俩拿着卡片离开了店里 妹妹 咱们还剩下79块钱 你肚子饿不 要不咱买点吃的吧 哎呦 哥 你没见那摊子上东西贵成啥样啊 一条烤蔬菜三块钱 茄子十块钱 肉更贵 咱得吃多少钱吗 有这钱还不如买粮食得了 你看 那有家包子店 包子馒头应该不贵吧 兄妹俩来到包子店 发现肉包菜包都一块五 这包子也特小了点 俺们那边包子比它大两倍呢 老板 你这里哪种是又大又便宜又有馅料的包子 看还不如直接问有什么会比做包子的人清楚 拿个叉烧包吧 三块钱一个 大人吃一个就饱了 来两个 柚子接过来一看 果然很大个 兄妹两边走边吃 不知不觉来到杨阿姨蔬菜店 菜摊这时挺忙的 门口一侧摆着桌椅板凳 一个小男孩在那写作业 古南城趁着他爸妈忙 在偷摸着玩手机 虎逆走上前 大哥哥 你都不写作业就完的吗 你咋写这么多的本子 嗨 我当是谁呢 你们幼儿园能有多少作业啊 你看我 语文 数学 英语 思想品德 综合实践 安全教育的试卷 跟课外书的题 写得我头都大了 明天就开学了 我还没写好 可怎么办呀 你读几年级呀 柚子看着他那一本本的书都惊呆了 他读五年级 也就三本书 语文 算术跟思想品德 四年级呀 哎呦 发死了 我不想去上学了 大哥哥 你看起来那么大 咋才上四年级呀 我是随我爸 长得比较成熟 我虽然身高一米六五 可我才十岁呀 讲真的 十岁长这样的我没见过 嗯 这些书去哪里买呀 嗯 你吃的啥长得这么高 古南城上下打量着柚子兄妹 这两个人是从哪个偏僻地区来的 连这些都问 哎呦 俩小家伙好久不见啊 上次之后还怕你们被家里人骂呢 等了好久都没见你们来 杨阿姨好啊 家里人很开心 还说要感谢你呢 嗯 大哥哥到底是怎样吃才长这么高的 你大哥哥也是挑食得很 每天的鸡蛋 牛奶 肉啊 菜啊 都是逼着他吃 他才吃的 还买了些钙片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吃一片 杨姐每说一个 唬你眼睛就瞪打一分 哎呦 第一次见面咋会觉得他们是在cosplay呢 这分明就是本色扮演吗 也不知道自尊心强不强 上次收拾出那么多就衣服 也不知道他们要不要 嗯 那盖片哪里能买 要买练习册该去哪里买 嗨 不用去买 我送几瓶给你们 上次网上购物节 盖片打特价 我买了一箱 是啊 保质七财两年 一箱十六瓶 一瓶一百磕 吃到过期都吃不完 还不是得丢掉 买练习册的去书城那边 还挺远 坐车得半个小时呢 不用买 昨天我大姑所 要丢她儿子 从一年级到大学的书本 跟笔记呢 我家南城用的书 和她儿子的不一样 如果你们要的话 我打电话 她送我这里来 柚子一听 两眼放光 可是这得花多少钱 才能买得到呀 俺家没什么钱 嗨 本来那些书 我大姑也是要卖废品的 也卖不了几个钱呢 那多不好意思啊 那就先谢谢大军叔叔的姑姑了 谷大军打完电话出来 我那小表弟 后天下午就把东西宰过来 你们到时候 能让家长过来一起拿吗 还挺重的 那么多书 哪里来的家长 这到时候不得露馅了 叔叔 两个麻袋能装满布 至少得三个大麻袋吧 主要书本比较重 你们到时候推个车 不用家长来 最近农忙比较忙 他们没时间过来 我们借个小推车 然后搭公交车的时候 让人帮忙下就可以的 西侧寄存那里有好多小推车 后天借来 推到房子再回来 还给他 此时杨洁从店里出来 这几瓶盖片 你俩一天吃一片 都是儿童能吃的 还有 这袋吧 是阿姨一家三口的旧衣服 说是旧的 其实都没穿几次 你大叔之前瘦 现在胖了都穿不了 你大哥哥小时候的衣服 也都穿不了 都放得心心的 你们要不要 兄妹俩一听 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谢谢杨阿姨 我们很喜欢 兄妹俩谢过古大军夫妇 从西侧寄存处取回东西 提着东西就回家 虎妮 收那么多虫子干嘛 哪有那么多鸡可以吃呀 这不是给鸡吃的 这是收给人吃的 第二天一早 虎妮就拿着两件 杨阿姨送的旧衣服 准备让她大伯娘帮她改一下 虎妮走进大伯娘院子 就看到徐东梅一个人在家 东梅姐 俺过来拿几件衣服 给大伯娘改改 姐姐 你看这些觉得好看不 虎妮拿出十几个 从现代代拐的发卡 哇 妈阿姨 怎么这么好看 供销社不是黑色就是大红色 这些颜色也太好看了吧 东梅姐 你帮俺绑个头发 俺要绑一条高辫子 用这些化学夹子 往俺头上绕了一圈 徐东梅手脚麻利的 按照她虎妮说的 帮她绑好 远远一看 跟彩虹一样 旋律多彩 还真别说 这一打扮 远远就能看见你这些夹子 俺来给你绑 绝对漂漂亮亮的 虎妮刚绑好 大伯娘罗昭地回来了 你们这干嘛呢 就跟孔雀开瓶一样 这得花不少钱吧 你俩小孩子 家家的过日子 咋过得这么败家 大伯娘 俺这可不是买来带的 俺哥批发来 卖了赚书本费的 俺这往头上一带 人家看见可不就得 问俺在哪里买的呀 虎妮赶紧跑到 罗昭地跟前 一脸惨媚地说 俺这有两件套头衫 俺哥穿太小了 大伯娘 你帮俺改成对筋外套吧 然后里面再弄 两块布头缝 两个大的暗袋 到时候俺把夹子 啥的往里一揣 就出去兜售了 真拿着皮猴没办法 小嘴巴巴的 说啥都有理 不过该敲打的 也得敲打一下 这事道虽然说 换东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但布子别卖太大了 踏实着来 这针头现脑的人家 不会说啥 可大剑的东西 不能在村里都瘦啊 俺晓得嘞 俺跟俺姐去村里溜溜 就辛苦伯娘了 虎妮对上次别人 称呼他哥小亮仔 念念不忘 他也想当亮仔 只见大荣树下 里三层外三层 围满了大姑娘小娃娃 吵吵杂杂的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柚子割完今天四筐猪草 要走过大荣树时 就听到了虎妮的声音大喊着 你们就说我今天是不是村里最亮的仔呀 所以你们都得叫我亮仔哦 包围圈里亮仔声 此起彼伏 叫你亮仔 能不能便宜点分几个给我啊 现在人这么齐 不发动一下 去摘简永那就可惜 柚子扒开人群往里磨 但他两个妹妹头上那颜色 果然打眼 怪不得围了那么多人呢 大家让一让 俺有话说 是这样子的 有人托俺们收点简永子 一斤换一个夹子 五斤换一颗奶糖 或者一个弹珠 以此类推 弹珠啊 是个男娃都想拥有的 只是弹珠镇上没有 得到献礼去买太远了 五斤换永就能换一个 那可太划算了 真的吗 摘五斤能换一个不骗人吧 反正再去摘 到时候到哪换啊 有些人已经悄悄地往外走去 想着早点摘 早点换才安心 等会儿 还是有要求的 只要六到十二天左右的 像刚刚节捡的 还有已经破捡了那些都不要的呀 对 明天上午十一点之前就得来换完 过了的话俺们就不要了呀 还有那些枯叶都要摘干净了 留下一个四简就成了 兄妹俩刚说完 人群呼啦一下就散了 就看到站在外围的几个哥哥 嗯 你们收虫勇干嘛 跟人换货的时候 听说外头有人吃这玩意 俺们就想收点去看看有没有人要 只见除了虎泥之外的四个人 都一脸惊恐地看着柚子 就好像他说的是什么洪水猛兽一般 是啊 是啊 听说用油炸喂到老乡了 真想不懂为啥他们喜欢吃虫子 学下来一听虎泥这样说也是来的兴趣 他小时候考过蚂蚱 那玩意吃起也挺香的 要不咱弄点试一试 真想不到啊 二哥这样好看竟然吃虫子 二哥好可怕 老二疯了吧 学下来看了众人的反应 不由笑吗 既然别处有人吃 那就代表着是能吃的 而且还是好吃的 不然别人花钱找罪兽嘛 二哥 要不上俺家弄去 二哥说的对呀 要是不好吃 那边的人能花45块钱一斤的买呀 那些鸡吃了都漂肥体重的 说不定营养特别好 当虎泥跟柚子 还在争论那些调料粉末 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柚子哥 虎泥 开门啊 狗蛋活蹦乱跳地进了院子 柚子哥 快帮俺撑一下 看能得两个猪子不 弹珠啊 俺只见过镇上的小孩在玩 晶莹透亮的 俺在旁边看 当时那些人还说 俺是个小乡八老 还想玩弹珠 八斤二两 不够两个哦 狗蛋哥 你帮俺把这些剪剪开 把里面的鱼弄出来 俺做主给你两个 就弄个一斤出来就行 狗蛋听话的 在旁边帮忙收拾 嗯 虎咪 收那么多虫子干嘛 哪有那么多鸡可以吃呀 这不是给鸡吃的 这是收给人吃的 这啥人啊 这么想不开 连这么丑的虫子都吃 这是得拉了多少饥荒啊 连粮食都没得吃 我和妹妹来到现代卖捡泳 赚到二零一年的第一个一千块 接上集 第二天一早 虎妮把头发绑好卡上夹子 穿上她大伯娘帮改好的 带有暗戴的外套 揣几个贵点的发卡 就往知青干活的地方溜弯去了 小妈小二郎 陪着那书包上雪糖 纪师宇正在树下摩阳宫 听到背后有个小姑娘 哼着曲走过来 转头一看 这满头的夹子 巧了 正愁我额头刘海太长 干活老是弄到眼睛 小丫头 过来下 怎么了 姐姐 虎妮一脸天真的跑过去 给你大白兔奶糖 换一个夹子咋样 虎妮摇摇头 左右丑丑都没人 虎妮就把衣服扣子解开 好端端的干嘛脱衣服 只见虎妮外套两边大口袋 一排排夹子夹在上面 真有想法 怎么换呢 折叠夹子一分 朝步大家六毛 虎妮拿出暗红色戴珍珠的发卡 继视于眼前一亮 我们海市那边也有这种夹子 就是没有戴珍珠的 这珍珠手感摸着咋不对 那么轻像塑料似的 这珠子咋那么轻 听说是港城的化学珠子吗 咱这边有化学家 化学瓶子啥都有 咋就不做点珠子啥的出来捏 我爸就是在化学厂 做开发新样品的 如果把这个发卡寄回去给他 那我爸会不会原谅我 偷偷下乡的事呢 你这仇步有几个呀 我都要了 大主顾啊 果然来找几只青是对的 就三个 给你两块钱 再挑几个折叠卡给我 嘿 还挑啥挑 咱这些折叠加全部给你 虎妮与季之情分开后回到家 柚子已经在门口置了张桌子 哥那等着收检涌 哥 咱今天开门红 都被季之青给包玩咯 虎妮拿出两张一块的红票子 给柚子瞅 真厉害 你自己留私房钱 大哥都有私房钱 咱跟妹妹也得有 赚到钱留下一点当生活费 其他分成两份存着 长大想做啥都行 虎妮和柚子把收来的检涌 装进袋子里 连昨天一起 一共65斤 这次得带把赶撑去撑东西 背个背篓去吧 一会去村长家买几个篮子 然后咱先睡一会儿 等到三四点多再去那边 也行 睡饱点 今晚要干体力活 毕竟摆来金的书 还是挺有分量的 虎妮拉着小推车 车上是半麻袋的检涌 跟两个大篮子 柚子背着放了单称 跟十个小篮子的被脸 当他们出现在 古大军菜摊的时候 杨洁赶紧出来 帮忙拿下背上的东西 你们才多大哦 怎么大人也不送一下 这推车啥东西 还挺重的 你们这样以后 会长不高的 真的吗 可是在家里干的 多是比这重的活呀 怪不得我哥这么矮 唉 老板娘 你们这篮子卖不卖呀 这慢四场都照不到 用竹子扁的篮子里 都是塑料袋扁的不好用 这不是我的 两小孩带的 你们这竹篮是不是要卖的 这两个大篮子是送人的 这小竹篮是买残用前 十位残用的送 我们不单卖篮子的 哟 检涌啊 拿出来 给你们看一看呗 我们得去女人街那边摆 这边应该不方便摆吧 这有人要就摆一下 先卖了再说呗 我看看检涌好不好 好给我来点 你大军叔 一家人都爱吃 说着就帮他们把东西摆好 虎妮把麻袋打开 一个个白色的丝茧 就出现在人们视线里 嗯 都抹剑开的呀 这这么值得厚不厚啊 这都是大老枣 从山上摘下来的 一直到这里 才一天都不到 而且我们选的 都是六至十二天 最好的时候 你们看看这几个 柚子手里 拿着一个丝茧掐了起来 露出里面褐色圆胖的捡泳子 怕人们不信 就又多掐了两个 都是扭动身体 特别的鲜活 这么饱满 可比我家老虎 上个星期买得好多了 真不错 给阿姨来几斤 虎妮拉着她的手 第一声问 阿姨 我家没卖过检咏 不知道该卖多少钱 你古大叔 在市场买人家 弄好的三十五块一斤 你们这没收拾干净的 二十八 或者三十卖卖看 兄妹俩稍微商量了一下 柚子就宣布 各位 新鲜的的检咏 今天特价二十五一斤 前十位卖两斤送篮子 因为我们小孩没有手机 所以只收现金 给大家带来不便 实在不好意思了 围观群众一听这价钱 纷纷掏钱买 最后剩下二十斤 被一个开夜宵的老板 以二十二块一斤全包了 兄妹俩留下了 用两个大篮子装满的检咏 准备送给杨阿姨 跟古大军表弟 此时边上停了一辆黑色小轿车 古大军和他表弟苏浩 从车上下来 今天来得早啊 等久了吧 古大叔 表叔好 这是我们那的特产 听杨阿姨说你们喜欢吃 送点给尝尝 谢谢表叔送的书 古大军知道 苏浩特别害怕虫子之类的 伸手接过篮子 苏浩 赶紧把车上的响子给搬下来 放到柚子那推车上 一共搬了四大箱比较大的 三个小的 用不用我送送你们 还挺重的 不用 店里现在人多 而且我们就不远 古大叔快去帮杨阿姨吧 说完兄妹俩推着车子往回赶 回到家把箱子都卸下来 推着空车又返回现代 哥 咱算一算今天赚了多少钱吧 除去送人的十五斤 二十斤二十二块钱的 三十斤二十五块钱的 一共一千一百九十块 这边的钱好好赚 要是每天都来 月入过万不是梦啊 赚钱了 咱买只烧鸡去山上祭拜爹娘吧 再买几瓶汽水放屋里藏着喝 要不买完东西去润桂逛 柚子拿起一本书 十万个冷笑话 体育生的秘密 追女神的秘密 如何快速吸引喜欢的人 该不会全部都是这种书吧 我是要学知识的人啊 柚子和虎咪 还了推车 再次来到两元店 买了些本子跟铅笔 梳子大小镜子和弹珠 又去饰品杂货店 买了一大袋烧烤料 孜然粉 烧烤酱之类的东西 等不完饰品 两人手里大袋小的 拿得满满的 路上看见一个五金店 外面有个老奶奶 在买装菜的推车 老奶奶正在讲价 等到讲到三十五块钱的时候 就僵持不下 虎咪赶紧上前 哎呦 老板 你薄利多香吗 我们也拿一个 你卖个给我们呗 老板本来也快松动了 只是他还在坚持一下 看能不能多赚几块钱 既然多卖一个 那就算了 哎呀 我都没钱赚 就当进货价给你们了 拿吧拿吧 虎咪挑了个暗红色 不多的小推车 把东西一放 瞬间就轻松了 哇 推车这玩意真好 好多肥皂啊 呦 还是香皂呢 虎咪一直记着别人说的 货柜最下面的经济实惠 正挑着的时候 负责这货柜的柜员 看着小孩子拿了那么多 怕他是玩玩意 小宝贝 这个可不难玩啊 到时候阿姨都忙着摆好呢 乖 大婶子 俺们家里人多喜欢用香皂 哎呀 小老乡哦 东北内地人呐 俺个最大半年就没说过家乡话 可逼死俺了 嘿嘿嘿嘿嘿 俺们聊什么大连那嘎咋的 婶子 你能把香皂给俺不 这玩意鬼 跟俺来 这边也是一样的 说着 就带他们来到另一个货架旁 打开下面的柜子 里面放着好些东西 平常最东西就给内部人员的 其实就是包脏破损 还有变形了 都贼便宜 哇 俺要买香皂 婶子 还有没有妈脸的 我冻裂的东西 老家下雪都冻得不行 咱冻北那个 达德用马油跟绵羊油 俺帮你们打上价格 再带你们去看 打上内部匣子品的标签 15个香皂20块钱 送了5个单层的皂盒 弄完就带着兄妹俩来到一个角落 在这里 你们自己挑吧 我忙去了 虎妮拿起一盒老式润肤油 上面写着 素铁马排润面油 哥 这个玩意好 一盒20条才10块5 买这个润肤 房裂 还是会 把上面旨意撕掉留下名字 就没有生产地址跟日期了 兄妹俩商量了一下 拿了三盒60条 然后来到地下一层 以一斤五毛钱的价格 买了20斤羊角蜜 到9点半肉类打搬价的时候 柚子又以半价的价格 抢到了一只烧鸡 嘿 厉害啊 小孩 你能抢得过这群老头老太太 我都不敢往里走 就等他们离开后 看看有没有盛典扎扎给我 二十来岁的大小伙 也太没用了 兄妹俩撑了几斤红糖和白糖 买了两斤五花肉 柚子站在卖酒的货架前饭难了 只见货架上写着 未成年不得饮酒 嗯 咋的啦 哥 这粮食酒一瓶才两块五 俺不知道能不能买 虎妮直接拿了两瓶放车里 先拿了再说 到时不能买再拿出去 方便面大优惠 买一袋送大碗 买两袋送脸盆 哥 咱买方便面吧 听说特别好吃 用热水焖个五分钟就好了 虎妮之前已经听过别人说 方便面非常的实用 没时间煮饭 就冲上那么一包 五分钟一下子就能吃了 虎妮买了两袋方便面 哇 还送了个脸盆 真是赚到了 兄妹俩推着车子来到收音台 柜台小姐姐扫到酒的时候问 嗯 家长呢 这么重的瓜 怎么就俩小孩啊 让你们家长过来提东西吧 柚子一脸无措 嗯 这不是我妈妈要喝奶茶吗 就拉着我爸一起去 说留个推车给我们装东西 她先在楼上帮我们买奶茶 姐姐你看 我妈妈给的钱 那你妈妈肯定是90后吧 妹妹 咱去买杯奶茶吧 今天还剩好多钱 咱也试一试去 我听说烧鲜草料多又便宜 虎妮点点头 兄妹俩回到家后喝了奶茶 草草收拾一下就想睡觉 可两人翻来覆去的都睡不着 你 俺不知道为啥一点都不困 要不 咱拿些东西过来收拾一下 柚子整理箱子里的书 虎妮拿起铁管的马油丝上面的贴纸 嗯 也不知道为啥这么精神 村里老人不是说茶能提神醒脑吗 大概奶茶里有茶 咱喝了就睡不着了 那下次别晚上喝了 哥 这些马油给二伯卖吗 给一半吧 咱把香皂切开分两份 用油纸包着 一半自己在村里卖 一半给二伯 让他看看在玻璃厂 有没有门路定制一批玻璃瓶子 柚子拿起一本书 十万的冷笑话 体育生的秘密 追女神的秘密 如何快速吸引喜欢的人 该不会全部都是这种书吧 我是要学知识的人啊 这可能就是他们说的课外书吧 其他的应该在别的箱子里面 到时候明天有空再去翻吧 咱先把手头这些东西搞好 哥 你把那些肥皂切了吧 行 我把这箱子给封起来 留下几本来看 过两天去找木匠打个柜子 再买把锁把东西都锁里面去 这样也不怕 突然有人来 东西放着都被人看到了 两人一直忙活到凌晨两点半 才躺着睡着 虎妮和柚子 一大早就给他爹娘扫墓 摆出烧鸡 煮熟的五花肉 和几个羊角蜜等鸡品 爹 娘 俺带妹妹过来看你们了 近些日子 发生了超乎寻常的事情 但好在所欲皆是贵人 俺们现在过得很好 见过未来的繁华 你二老也尝尝这厚实的美食 爹 娘 下次让俺哥带汽水跟奶茶给你们尝尝 好喝的睡不着觉 俺要努力的长高 至少得比娘高 还得多锻炼身体 以后要去游历大江南北的山川河海 虎妮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用手画了大大的圆 倾诉着她以后的梦想 一直唠叨的黄纸烧完 兄妹俩才收拾好祭品 原路返回 妮儿 你拿着这钱赶紧去王牧匠家里 跟她订两个立室的大衣柜 要格子多点的 弄得能锁的 咱们今天啥也不干 抓紧把东屋给收拾出来 哥 干嘛那么着急 现在无法说清来源的东西那么多 冬季闲下来的人 基本上都会东家逛逛西家聊聊 到时候一不小心 被人拿到一两样就解释不清了 你胆子那么大 不用俺陪你睡了 东屋收拾出来 你就睡那屋 那行吧 俺拿锁头锁院门 你去东屋忙就不用出来开了 我回来就跟你一起收拾 兄妹俩一直忙活了一天 总算把东西都收拾好了 兄妹来到镇上找二伯徐志兴 今天知道你们要来 我把这一千多块钱都带在身上 来 柚子点一下 点完带你们去银行存起来 不用数 俺们不放在银行 放家里 要不然到时候有啥好货 没有献钱 错过 岂不可惜 柚子接过钱就给了虎妮 虎妮把钱往身上各处藏 他的衣服里裤裆两旁 裤脚都缝有暗带 每个口袋又装了口袋拉链 藏的可谓是密不通风 哎呦 不错啊 这要没有八百个心眼都想不出这法子了 二伯 俺们这次带了各种香味的香皂 跟冬天用的马油 俺还要换几个玻璃瓶子 得有盖子的要用来装水不漏的 爱马 这香味直冲脑门啊 推香 二伯觉得卖多少合适 还有这马油跟隔离油是一样的 供销社普通肥皂八分钱加肥皂票 香皂是一毛挤来着 这玩意这么香 还这么厚 至少得卖两毛五分吧 马油就一毛吧 说完 徐志兴带着兄妹俩来到玻璃厂 从玻璃厂换了二十个玻璃瓶小水果罐头 柚子把装有香皂 马油和十块红糖的包袱递给徐志兴 二伯 包袱里有十块红糖给俺伯娘带去喝喝 呦 这红糖可难买了 下次有的话 我要个五斤 马油也多拿点过来 你二伯娘服装厂冬天要的人多 行 俺们赶在下雪前再来一次 有啥稀奇好货都带点过来 柚子把之前在超市买的那瓶两升的洗发水给拆了 用镇上带来的玻璃瓶子 分装了十瓶 剩下四百毫升左右 留着自己用 妮儿 趁着现在太阳大 赶紧去洗个头 试一下 这洗发水好用不 虎妮头发不长又稀 很快就洗完了 哇塞 头发竟然没有打结耶 还有骨奶香味真好用 嗯呐 留着的这些咱们还能洗好久 装起来的这些拿去换给人家吧 此时院门被敲响 嗯 大哥 你咋来了 俺买点调料 大哥 这是去拿东西的时候人家说有小包装的 俺先拿小的给你试试 这是洗头洗身子的 一点点就够 这几个红糖拿给俺大伯娘用 这块香皂给俺姐 这几个马油一夹子都能用 徐春生把手里的三块钱递给虎妮 哎呦 别拿钱 让俺大伯娘给俺哥做两身好看的冬衣 用这衣服拆了做 虎妮手里拿的是上次杨阿姨送的冬天的大人外套 嗯 好 虎妮刚送走徐春生 记之心上门了 虎妮 上次你不是卖了港城的夹子给我吗 你这里还有没有其他新奇的东西 我来换换 虎妮客气地请她进了堂屋 看看这些有你需要的布 大小镜子 梳子 荷兰水来两瓶 这么多颜色的肥皂 好香 来两个 红糖多买点 记点给妈妈养身体 哇 这马油做得跟口红一样 拿五个 嗯 这玻璃瓶里装的是什么 哦 那个说是洗发水 一点点就能洗身子跟洗头 俺用了特别好用 你闻闻 有股奶香味 拿两瓶吧 都算算多少钱 一共六块六 给 十块钱 剩下的钱再订些红糖块 红糖可是营养品 明天就得上学了 今晚咱们过去那边一趟 把东西都买好放家里 到时有段时间不能过去 行 也要多买些肉类回来晒腊肉 现在该屯东凉了 可以 但是别买太多了 咱供销社猪肉卖的那么少 要是被人发现不好交代 好 那边的钱都带身上吧 哎呀 我刚忘了跟大哥说 衣服上给你加两个暗袋了 没事 到时候再加上就行 兄妹俩说完 拿着推车就去县